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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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可爱的一面 我就觉得赵老师越发的可爱活泼了 你知道我受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您说 因为你 我开始看动物世界 因为你 我和动物越来越接近 谢谢 因为你 我知道人与自然 谢谢 因为你 我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 我受不了了 我没有 没有一次在台上会碰到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 非常熟悉的一个同事 一个好兄弟 这么夸我 我要接受了以后 显得有点够言无耻那种感觉 非常感谢 林峰先生的这一番谈吐 很感慨老朋友见面 而且我再一次的向林峰先生致敬 就是说 他很早就来到了我们内地 而且把内地的情况 向台湾的同胞去做介绍 拉近了我们两岸同胞之间的 这样一种亲情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再一次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 小松的到来呢 也会让我们同样的耳目一新 因为小松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呢 他都做评委 我看过他很多的评述 尤其他对我的评论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说我一唱歌就走调 我没说您走调 我说的是您没调 你走调还低 根本就没调 17年前就给赵老二录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在录音间 前奏响起了 该我进入该唱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怎么唱 其实很简单 我向大家交代一下 我不识谱 他给我一歌片不行 你得领着我唱一句 我就唱 你领着我唱呢 我就模仿你 我这个模仿秀要超过 那个领着我的那个模仿秀 我比我那个楷模还楷模 所以我那个 我在电视里面首唱的那个 唱脸谱就是我唱的 难道说我不会唱歌吗 不是呀 唱得很好啊 乡亲们 我给大家讲一下 当时赵老师来的时候 来录音啊 我还到现在记得 你我记得特别深那一句 赵老师唱一句 那熊熊燃烧的篝火 周围的孩子已经沉默 赵老师 你要我的命 我现在也许 你说什么呢 当时我说赵老师 一拜唱赵老师 那熊熊燃烧的篝火 周围的孩子已经沉默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那样吗 我一直信奉一个 就是说的比唱的好 然后呢 这道的赵老师说 你再唱一遍 那熊熊燃烧的篝火 周围的孩子已经沉默 好会了 这次一二三 那熊熊燃烧的篝火 周围的孩子已经沉默 赵老师没有沉默 节奏对了 还是没影儿 赵老师 我还不知道 现在你再唱一遍 对 现场让赵老师再来唱一遍 你再说 你再说 那熊熊燃烧的篝火 那熊熊燃烧的篝火 周围的孩子已经沉默 我也走掉了 我的调是正的 他走调是他的事 不是我给他带沟里去的 今天杨颖盈的身份很特殊 既是评委之一 同时呢 也是今天模仿杨颖盈的 然后呢 杨颖盈又给他们直接打分 我非常那个 期望你能够公平公正 看到比你好的 你一定要承认他们 我一定承认 你绝对不能比你唱的好的 你一个人打下去 绝对 就绝对不行吧 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算是向我们的杨颖盈致敬 那对于您所经历的 这一些音乐历程呢 我们有一段VCR 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中国内地歌坛 第一玉女甜歌王后 她拥有天使般的完美面庞 蜜糖般的甜美嗓音 一出道便名声大噪 一首歌能红极一时 唱片销量首屈一指 百万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她的冰清郁节 她的纯净甜美 使得一个时代的歌迷 为之深深迷恋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我分享你的欢乐 你的寂寞 你的悲伤 你的收获 跟随着心灵的指引 追寻着自由生活的向往 她的隐退 在当时的内地歌坛 掀起了轩然大波 多少人黯然神伤 为之叹息 此音只得家人友 如今玉女重返舞台 星光再现 再度填补 空缺已久的玉女掌门人之位 再回首歌迷依旧 掌声长流 再回首青春不减 岁月无痕 杨玉莲 穿越时空的天使歌后 欢迎回来 有请玉女杨玉莲带来 我在春天等你 唱歌连出品 歌迟载玉在新宿 歌迟载盘的经意 歌迟载益全て 歌迟载盘的忍耀 忍耀 歌迟载盘的京哨 歌迟载盘的传判 轻描动的梦想 悄悄转向悄悄流泪的脸盘 温暖背影的梦光 像从前一样 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霜 我在春天的暗夜 思念随风化作雨 等待火又开的时候和你在一起 天地只剩守着我们的美 我在春天等你 承转岁月的月底 如果你太怕看见那天上飘着影 那是我们最新最美的相遇 我们最新最美的相遇 OK 那拉手 你好 很高兴 欢迎大家来到王者队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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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春天跟你 承转岁月的月底 如果你太怕看见那天上飘着影 那是忘情嫌最美的相遇 那是忘情嫌最美的相遇 來 大家覺得剛才 K-K-K-K好不好聽 好 那麼我們非常感謝楊玉瑩 而且期待著她將來在評委席當中有一種精彩的點評 現在我們歡送她到評委席就坐 好嗎 來 掌聲 為了會的一種精彩的表演 去看她的表演 全場八位模仿完畢 三位明星嘉賓 將合議選出三位最具模仿力的表演者 進入《王者歸來》十大巨星模仿秀第二季 最后三場的巨峰對決 並獲得巨星演唱會的資格 本欄目由香飄飄冠名播出 感謝本節目的特約播映單位 桂龍耀夜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你有著與明星相似的面龐嗎 你有著與明星相似的嗓音嗎 你有著被人誤認了你是明星追趕的經歷嗎 那麼就歡迎你來參加《王者歸來》的錄像吧 具體參與的方式請關注屏幕的下方 好的那今天呢其實在這裡呢 是我們節目的主會場 另外呢我們還有一個第二現場 將會有我們非常厲害的四位模仁呢 會計時地跟我們進行現場的互動 好在掌聲當中 我們有請第一位模仿秀 哇第一位模仿者非常非常的厲害 因為呢他的外型聽說酷似杨玉瑩 哎你應該說穿幫了 人家還沒出了你那沒說 你出了要不像怎麼辦呢 那到底像不像 我們有請第一位模仿者李鑫 好有請 天天地叫我 天天地笑 天天地當愛 翻盡得巧 眼眸又 望望我 會讓你說話呀 天天地笑 最愛我 愛我 下一趟 你們幾個見過他嗎 評委 見過那塊板 我先要感慨一下 我覺得側面 尤其是我這個角度 左面45度 鼻子 下巴 嘴巴 好像啊 你先向那個王靖轉過去 想做轉 他笑起來 尤其笑容真的好像好甜啊 他這個叫油爆琵琶半遮面 剛剛看到側面耶 我好像看到自己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胡說很像啊 你是故意這麼說的 還是發自內心要說的 沒有 我近視我都這樣覺得 台下的觀眾側面有看到的對不對 你們說像不像 咱們現在揭不揭開他神秘的面紗 揭 好 我倒數啊 3 2 1 揭開 歡迎林心 聽音老師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聽音老師 三位評委 不能遲疑啊 你們一定要說出 你們第一眼的感受好嗎 很像他小時候 楊瑩現在已經很成熟的美 很像他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 我現在也很年輕 對 對 對 小松啊 你能不能跟我學一學 就說話的時候不得罪人 人家楊瑩現在青春永住 你什麼意思啊 你這 我特別不愛聽你這麼說 你注意 那個林鳳先生 你一定不能像他那麼說 我不會 你說 我剛剛看到趙老師有一句話沒說 你說 就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你說我是說他 說 本來想說對你的 就你的變化 就是中國變遷 在你的身上看到你的變化 看到他我也是嚇一跳 就現在這種基因實在太厲害了 不是 這個絕對不是克隆的 我不是的 不是克隆的 就像克隆的 我跟你說楊瑩瑩的重點 就在於他笑起來眼睛是彎的 像月牙一樣 說是姐倆肯定會信 那讓玉瑩自己說 看見 李鑫就是好像看到從前的自己 覺得 有種很熟悉的感覺 這是這樣 這是港港姐姐 那你 你能不能說一下這個三位評委對你的 這樣一個初步的印象以後 你自己怎麼想的 因為我從小的時候就很喜歡港港姐姐 而且從十一二歲的時候 就摸摸 朋友老師都這麼說 甚至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叫楊瑩起來回答問題 你的代號叫楊瑩瑩 對 佳老師 其實有關於我們的這位選手 李鑫跟楊瑩瑩 到底有多像呢 我們的這個導演很細心 做了一個圖片對比 我們一起來看 有圖片對比 對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大屏幕 大家看一下圖片對比 楊瑩瑩 哪邊是楊瑩瑩啊 哪邊是 哪邊是真楊瑩瑩 楊瑩瑩你自己說 你在左邊在右邊 我在那個右邊 我在左邊 到底是左邊右邊 就是我十一歲的時候 十一歲的時候 十一歲就很成熟了 那時候就開始成熟了 小學五年級了 你生活當中 會刻意地去模仿楊瑩瑩嗎 會 會 而且我很喜歡 港港姐姐的穿衣打扮 包括美容方面 你經常會看她的相片嗎 會啊 會啊 會的是吧 挺麻煩的 我為什麼老長不好看呢 我天天看我自己 我老趙靜如一看 老趙 在我在一趟還是你 她就不一樣 她看楊姐姐 一看她越看越來 是不是越看越像了 對 就看港港姐姐 就越來越甜美了 沒有 我是說 因為看到李欣啊 這麼可愛啊 我就不得不誇一句 小的時候真的很漂亮 因為以前人家說 楊瑩你小時候還蠻好看的 我從來不覺得 但今天見到李欣之後 我就不得不誇自己的從前 還真的挺漂亮 林芳老師您就是要 近距離的來看一看 對不對 林芳沒有你這樣 還要戴上眼鏡 小時候你們不戴這樣的 你們怎麼這樣的 你看她 還得環繞一周 壁面還看 我問一句啊 林芳 你太太今兒來了沒有 她要來的話 我怎麼敢有這種作風 你要幹什麼 其實最難得的就是那個神 她和她的那個神太像了 今天你的親友團隊到場了嗎 到場了 好 介紹一下 我的媽媽和我的女兒 女兒 她已經是媽媽了 所以你已經有一個女兒了 對 我的女兒下個月就年男兩歲了 叫什麼名字 我們的小名叫唐塔 唐塔 她也是甜的 很甜蜜 哇 她女兒都好大了 是她女兒啊 看不出來啊 不是吧 現在我已經看不出來她的年紀 她剛出來的時候 我以為她二十二吧 二十一二吧 二十幾歲 驚訝她已經是生為母親了 還是四的年輕 但是為什麼今天老公沒有陪你一起來呢 我已經離婚了 然後我自己帶我的寶寶 安琴 對很多男人來講 這是個好消息 我在想你的婚姻並不幸福 我經歷過一段短暫而不幸的婚姻 她曾經沒有連香西月 就是曾經有家暴 然後我覺得每一個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能一心一意的愛自己 可惜她沒有做到 她沒有做到 她沒有做到 而且還在你懷孕的過程當中 還聽說對你有事家暴對不對 對 對對 所以我的姑娘 我的堂堂 我覺得她就是你的甜心 其實我覺得最難的還是她媽媽 因為婚姻你的家暴也好 你的互動麻煩也好 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但是母親那是個意外 向媽媽致敬一下 媽媽不容易啊 我們可以把媽媽請上台來好不好 謝謝 我想給媽媽唱一首 剛剛姐姐的《月亮川》 當初我唱這首歌的時候 也是想著媽媽唱的 現在你可以把你的感激送給媽媽 謝謝 多想念玩玩 我倆心相依 愛情長相守 我倆手牽手 溫情溫心頭 我倆手牽手 黃土變成金 請相約手牽手 幸福滿分頭 我自己都忘了 心 心相依 手 手 手牽手 您靠我來 我靠你 一步一步朝前走 心相依 手牽手 愛情的大陸 瓦麥年輕笑 天長地久公白桃 公白桃 實際上唱還是唱得不錯了 是的 是的 我也聽不懂 我是第一次在這麼大的舞台上 進行唱歌 我最喜歡的就是 剛剛姐的輕輕地告訴你 那種甜甜的歌聲 特別滋潤我的心田 我希望在今天的舞台上 有更出色的表現 大家看好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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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 天上的星星在等待 分享你的寂寞 你的欢乐 还有什么不能说 让我慢慢的靠近你 心只伤手你还有我 给你我的幻想 我的祝福 生命阳光最温暖 不要忘我太阳有多高 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 不要忘我心心有几颗 我会告诉你你很多 不要忘我太阳有多高 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 不要忘我心心有几颗 我会告诉你你很多 很多 好像感觉 曾经在过去的岁月里 因为看那个李星的那个步态啊 还有一些表演的样子啊 好像都让我看到从前自己 我觉得 他的表演很松弛 然后演唱也很甜美 挺好的 你很甜 但是你缺少他那种魅 那种沉 这个可能和你的生命经验有关系 就是你在这个自信方面 也许和你的历史 和你走过的这种生命过程 和他不一样 不要忘我太阳有多高 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 不要忘我太阳有多高 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 不要忘我心心有几颗 我会告诉你很多 我会告诉你很多 不要忘我心心有几颗 我会告诉你很多 我会告诉你很多 李欣模仿杨玉莹声音外形 综合相似度百分之九十 唐糖妈妈刚才在台上的表现好不好 好 你给妈妈鼓掌了没有 我 怎么鼓掌的呀 嗯 是 您现在正在收拾的 看的是天津卫视王者归来十大巨星模仿秀第二季 杨玉莹专场 我们请出第二位选手 是的 接下来的第二位模仿者呢 是杨玉莹的歌 让她的生活从此变得多姿多彩 有请曲静 那么现在我们有请杨玉莹走到台上来 为什么让杨玉莹走到台上来呢 这个小妹妹是一个盲人 而且她是一个天生的 非遗传性的盲人 她从小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嗯 是杨玉莹的歌声 一直在温暖着她的心 使她接触到了外面 规律多彩的世界 现在呢我们就请杨玉莹 揽揽她走下来 慢慢地小心 小心 小心 慢慢走下来 台阶 然后有的开机 慢慢一级 两级 三级 四级 好 大家给掌声 好 走到这儿 你好 走到这儿 谢谢 走到这儿 徐静 有没有想象过杨玉莹姐姐 长的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杨玉莹姐姐 应该是有一头特别漂亮 乌黑 然后特别飘逸的修发 然后有一双大大的眼睛 高高的鼻子 特别漂亮的刮嘴脸 然后皮肤非常的白净 然后长得非常甜 然后有一个非常娇小的那种 玲珑的身材 就像一个江南的女孩子 我想象中就这样的 大家说她描绘的对不对 像不像 那徐静生说 你看不见 但是今天在现场 可以让你用手 去触摸一下杨玉莹姐姐好吗 太好了 伸出你的手 看看 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 我摸我的鼻子 因为鼻子长得比较好 你从侧面摸鼻子 侧面更好看 你先摸一下 瓜子脸有没有 有 有 你看 一个小小的肩下巴 瓜子脸 然后大大的眼睛 好像第一次有人这样 比我想象中的更漂亮 没有没有 谢谢 我想多问一句曲奇 你有没有想象过 赵忠祥老师长什么样 那个我的脸就不必剥了 非洲的丛林里 杨玉莹一直认为 我是非洲的雄狮 我没有 我没有那么勇猛 赵老师 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 就听她特别充满的那个质感的声音 主持的这个动物世界 是的 你想象当中 在车盖 Essa 然后大概你在个 arbeitet 哈哈哈 那其实呢 我们的契进 除了她是一个非常爱唱歌 非常会唱歌的女生之外 其实她本生自己也还开了一家按摩院 对不对 是的 但是对于他来说 其实经营这样的一家按摩院呢 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BC啊 我是04年来的这个店 开始呢是给我们的老板打工 后来到了这个09年10月份的时候 我们老板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他就转给我了 那个时候呢我是雇了三个员工 然后我就要给这个三个按摩师 做一个拿一个小时的提成 加上我那个时候还有前台和做饭的阿姨 那么我从09年11月份一直到11年 这一年多的过程中是非常累的 就是说每天可能要站七八个小时 然后这个七八个小时之余 我还要去准备做饭搞卫生 就店里的一切事情都是不能疏忽的 有一丁点闲暇就休息的时间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到阳台上喝着我的那个小茶 然后那个听着杨莹的歌 我就会觉得是一种非常大非常大的享受 你们知道他学按摩去哪了吗 他去广州 没有人陪他 他一个人去的广州 然后他在广州学了很多基本的技能以后 他又北上来到了首都北京 刚才大家看到了他那个盲人按摩所是在广安门 希望看过这个节目的父老乡亲 有机会的话 有这个需要的话能够光顾 他一定会被你仔细的去服务 谢谢 谢谢赵老师 谢谢大家 杨莹莹 可不可以通过歌声表达一下你对她的祝福 因为有你 寂寞也很美丽 纵然有泪会不及 哎呀 太动静了 变成声 太动静了 变成声 太好 谢谢 太动静了 去近他虽然就是看不见嘛 可是因为音乐我觉得他内心是明亮和丰富多彩的 关于这个忙啊 其实很重要就是心不忙 有些人他的眼睛很明亮 其实他是看不到什么东西 即便是看了以后也是看错 刚老师呢 其实对于盲人来说 你觉得对他们来说唱歌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对不对 其实应该能唱得更好 因为盲人耳音准 所有的条钢琴都是盲人 其实世界也不是都美丽 你要是能看见我跟林峰老师长什么样 我觉得 但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是 你长得很好看 其实啊 这女孩看她最后能走怎么样 她如果自己披不过人家 我觉得我得上去帮她一下 许静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表演歌曲 今天我打算把一首新语献给在座的所有的朋友和观众们 唱新语 但是这首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合唱歌曲啊 那毛宁的那个部分你请谁来帮你完成呢 今天是这样 我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也是在我们盲人圈里非常优秀的一个帅小伙 阳光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阳光 来 邀请我们第二阵播是阳光 上台 那你盲人不帮是不行了 上上上 加油 加油 我们等你回来 阳光做一个盲人歌手的话 他也是很优秀的 来 走上台来 非常的好听 你好 我是传说中的阳光 那个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来晚的 我在第二现场 那边吧 刚才就猜 说这个女孩啊 她上去了 要唱新语 谁跟她唱呢 我说肯定是赵忠祥老师跟她唱啊 她说那不行啊 赵忠祥老师不能跟她唱这个歌 我说那肯定是林峰老师跟她唱啊 说林峰老师也不能唱 我说那肯定是高耀宗老师 我高歌跟她唱 我高歌不是那个风格 说那可能有可能会叫你 后来我跟他们打赌了 后来赌输了 明明就是自己想上去的 还说自己打赌 刚才我听你们这个前面 比我们后边还热闹 尤其林峰老师的声音 多有特点啊 杨云 我从小听她的歌 她歌声非常美妙 台湾人都爱听啊 谢谢她的朋友 把掌声送给这个可爱的女孩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一个人呢 她是否能够真正用眼睛 看到这个世界并不重要 关键是 我一直相信眼睛 她没有心看得那么远 这个女孩之所以能站在舞台上 是因为她的坚强和她的美丽 以及她对于艺术的热爱 你应该谢谢你的杨云莹姐姐 因为她是我们共同的偶像 我谢谢你们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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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 深深的把你想起 我的心是六月的情 你下着心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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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想你 因为明天 我将成为别人的信仰 让我最后一次想你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望 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 深深的把你想起 深深的把你想起 谢谢 谢谢大家 怎么有点像刘欢老师在唱帮你 没有没有没有 刘欢是这个声的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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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带走 一闪 欲火 让她温暖我的双眼 今天在这能跟这个女孩用你的这首歌曲来完成她的心愿 我觉得这是你送给我们大家最好的礼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不知道是因为我在现场看 还是 我自己其实心里很感动 我特别希望音乐都是从一些 安静而辽阔的心里头 放出来的东西 特别好 谢谢 所以杨宁对于刚才这样 一段非常特别的心语的演绎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比我跟毛宁唱的好多了 真的 你是客气还是真的那么觉得 客气 客气 叫老师 就像小苏说的 他是发自内心的来唱歌 我觉得技巧没有关系 主要是你的情感可以打动人 然后自己在唱歌的时候也是非常快乐的 我觉得挺棒的 对我们听者来讲 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动的组合 主持人 在他们的光照之下 你们变亮了 没有赵老师 赵老师站在阳光的身边 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音针 赵老师就生气 其实我觉得你唱得有一点 广东话说美美的 有一点蛮可爱的 真的可爱 她说谁啊 你今天说您呢 说您呢 杨玉盈 我是说赵老师唱歌很 我唱了吗 很可爱 我是说之前 虽然您唱的少 可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是 你虽然比我年龄小 现在你已经说出这样的话来 请你起立 陈老师要我起立 我不敢不起 你起立 我向你鞠躬之鞠躬 非常感谢 再一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 这四年 不再是决体的海 瞿镜 模仿杨玉盈 声音外形 综合相似度 百分之八十 接下来我们就 请出下一位模仿者了 这位可以说是 深受杨玉盈歌之害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人家 对啊 因为你知道这位女生 就因为太爱 也是个女生 对 我们还以为很多男孩子 或者很喜欢她 没有想到这么多 女孩子都非常喜欢你 没有都是女孩喜欢我 没有男孩喜欢我 没有男孩喜欢我 不 儿 男孩 欣赏的男孩在哪儿 男孩在哪儿呢 我让你这句话有什么错误吗 儿 有这句话有什么错误吗 我告诉你 我是不善于参加这种评说 后来一看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美女 我就忍耐一次吧 怎么你说你没有男人喜欢你 不不不 开玩笑 小松 你说 你喜不喜欢她 林峰大哥刚才在化妆间里 非常坚定的说 如果 如果 接下来的搭档 不是杨云莹 就加钱 这一位 他太爱听杨云莹的歌了 而且呢 他是追求那种 极度浪漫主义的爱情 所以呢 到现在 他都手深入 还没有嫁人 就是他一定要找寻求杨云歌曲当中 那一种白头偕老 一生不变的爱情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今天这种情况 是杨亦莹造成的 对 就是因为他是杨云莹的铁粉 那也不是 学杨亦莹的人有很多有美满的家庭 他是其中的一个个案 对对的个案 那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杨亦莹的罪过没那么大 对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VCR 我叫陈罗乐 27岁 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 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杨云莹 她的歌陪伴我 小学 中学 大学 工作 一直到现在 看到她的人 听到她的歌 感觉就是生活无忧无虑 生活非常幸福 爱情特别甜蜜 罗乐在追求爱情方面 有一点过于追求完美 这也是她至今为止 没有找到心上人的原因吧 就像我们那个港湾歌里的那种意境 找到一个人以后 就可以一直在一块儿 越来越好 不会分开 太天真 太想的挺浪漫的 27岁应该是不小了 但是她的标准我们现在也说过好 就让她自己去找 我来访者归来还有一个小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碰到一个合适的人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 能够哄我 平时特别疼我 陪我哭 陪我笑 陪我一起发疯一起闹 大家好 我叫陈乐乐 妈妈 我从小就喜欢港湾的歌 今天见到你太开心了 而且你歌里的那种意境 和大自然特别贴近 我也非常欣赏那种 阿哥阿妹的真剧情谊 特别向往那样的爱情 不要把爱情想得太过于完美 所以妈妈说的是对的 就是找到一个喜欢的人就OK了 这个单身你不要学我好吗 你有没有什么条件的对的 对 条件 希望对方有才华 然后能够包容体贴 最重要的一点 是对爱情有信仰 要执着和专一 那乱乱我都问你一下 全部都是精神上的 都没有物质上的 你说有才华 你看我们现场的评委 高晓松老师怎么样 这么说不行嘛 刚才松老师已经有美倦了 你不能够把我和高晓松摆在一起 要把赵忠祥和他和我们三个人摆在一起 你觉得我们三个人 如果你要挑的话 你觉得你会选择谁 你不要一直打击赵老师 你把一个你这太打击我了 真的 你明明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很过气的男人了 谁说 我觉得你这个对婚姻观 你现在这种挑剔也是正常的 如果再过20年 你对赵忠祥老师一定很喜欢 我非常认为他的说话天衣无缝 而且他非常智慧 他说再过20年 我仍然可以作为一种被选择的对象的话 他其实助我健康长寿 我接受 年少的时候我对爱情充满幻想 那个时候的爱情观是古典的 浪漫的 不合时宜的 然后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 渐渐我也会想 可能我们开始的时候 想要找一个很爱很爱的人谈恋爱 但是也许这种很爱很爱的感觉 是要经过时间的沉淀 和很多事情以后才会产生的 所以幸福的真谛 可能也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建立一个完美的关系 是 妈妈最想要老心 婚姻呢最终还是追求成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少一些浪漫和想象的因素 平淡淡的其实就是挺好的一个一个幸福 一会哭一会笑 然后我送送你你送送我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像演小铁 可是赵老师我们毕竟是人呢 我们不是动物世界 是人就能有那些东西 他实际在讽刺 我觉得我提到的这个要求是动物的一种本能 其实我刚才讲的是很多的一种道理 就是你不要在一个很浪漫的情怀当中 去寄托你自己的情怀 你还是脚踏实地 你会做饭吗 会做几道菜 炸酱面会吗 可以试试吧 以后我欢迎你到我会所去 我那炸酱面做得很好 谢谢 顺便学习一下 谢谢 谢谢 喜欢吃炸酱面的男士 你们有指望了 今天带来什么表演 今天带来是我最喜欢港人的歌 柴山情歌 来 有请柴山情歌 好 有请 好 有请 回起来 吃饭 来 台湾 破晓的看柴狼 呀看柴狼 呀看柴狼 在身上的那个小美 啊耶耶耶 你瞧模样 迎来的那个对面破晓的 看柴的小年老 在身上的那个小美 啊耶耶耶耶 看柴狼 迎来的那个对面破晓的 看柴的小年老 看柴柴的那个小的 啊耶耶耶耶 丧的美丧 探柴的那个非处老 一对情风华 在身上的那个小美 啊耶耶耶耶 悄模样 迎来的那个对面破晓的 很彩的小年老 我喜欢唱的一般啊 但我觉得你有一种范儿 肯定电视机前好多好多好多男生 会喜欢 你是北京女孩是吧 对北京土生土长 对你有一种一种那种落落大方 就虽然中间有两步走的一顺儿了 但是走的 走的来说是 但是还是落落大方 我觉得 你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就是这种落落大方嘛 小男孩不敢不敢追 然后真的敢来追的是一定能接受这种落落大方和你一起能够 不一定陪你哭陪你闹啊 但是大家能一起落落大方的生活的那样 谢谢小松老师 北京女孩 小松我让你评论音乐 你怎么抢我的范围 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结缘啊 不要要求高标准 这个小康之家 有个三亿五亿就可以了 长得不一定很英俊 和赵老师差不多就行了 只要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对你好 不一定会和你又大又会闹 你知道吗 他更不能陪着你哭 那种 那种都是小松这种坏男人 他包括我 你今天有一个地方没做好 就是你作为一个 已经27岁 应该很懂事的姑娘 你应该这么说这句话 说电视机前的所有的男士们 杨雨晶姐姐也单身 如果你们喜欢她 我特别祝福你们 杨雨晶姐姐是我偶像 她又幸福了 我首先也幸福了 然后才 对 其实我也单身 然后 不敢敢 不敢敢 我们再来努力 一起努力 反正不管是女孩子还是女人 永远不是找到了幸福 就是走在寻找幸福的路上 我想 只要不停地寻找 一定会 找到你想要的幸福 加油加油 感觉在我们所有歌迷心目中 永远都是二十岁 谢谢 بد 还有 1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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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鸾鸾 模仿杨玉盈声音外形 综合相似度 百分之七十 这次鼓足有气 就是为赶紧而来 就是为了见她 为了跟她有交流 所以我特别开心 特别满足 对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下一位模仿者了 这一位呢 她自称自己是杨玉盈 最铁的粉丝 凭什么呀 因为她今天会为我们带来 一段从没 从来没有曝光过的 一段视频 可能连杨玉盈自己都没有 那就说明她是铁丝 铁丝 对 别人就是粉丝 那么请出这位铁丝 郝子婷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郝子婷 很高兴来到这里 向我的偶像杨玉盈来致敬 她叫什么铁丝 她叫铁丝 她说自己是最铁的粉丝 我是最铁的萤火虫 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凭什么呀 我喜欢杨玉盈 我看起二十年了 你多大请问 我三十二 她没到十岁的时候就开始 从小时开始就 第一次听到杨玉盈的歌 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是你当铁丝的一个理由之一 还有第二呢 还有第二就是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一些 我估计杨玉盈也没有 可能不太记得的一些东西 很难收集得到哦 什么呀 什么呀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屏幕 女生爱重唱 冬天的童话 演唱者杨岗丽 十三岁 威念十一岁 千 kaç赦 好 原下 打 大 男 八 八 八 六 十五 六 十六 十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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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